华为畅想7S和红明5Plus对比评测 最近全面屏手机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尤其是接连好几款的千元全面屏发布 比如说华为的畅想7S和红明5Plus 那么同样是千元全面屏的手机 华为畅想7S和红明5Plus怎么选呢 下面就给大家进行一下华为畅想7S和红明5Plus的对比分析 在价格与版本方面 华为畅想7S和红明5Plus均提供3GB加32GB 4GB加64GB的两个版本 不同的地方则是在于价格 以3GB加32GB的标准版为例 红明5Plus比华为畅想7S便宜了500元 而4GB加64GB版本红明5Plus则便宜了400元 简单的来说从价格上来看 红明5Plus显得便宜不少 硬件方面 华为畅想7S和红明5Plus主要是屏幕大小 处理器摄像头电池容量系统不同 下面我们分别来对比看看 屏幕大小不同 华为畅想7S配备的是5.65英寸的1080p小屏全面屏 而红明5Plus则为5.99英寸1080p的大屏全面屏 两者的屏幕大小也有不同 性能相差不大 性能方面 华为畅想7S搭载的是麒麟6598核心处理器 基于10多纳米工艺 而红明5Plus搭载的是高通骁龙6258核心处理器 基于14纳米 从跑分性能来看 骁龙625和麒麟659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跑分都在6万分左右 不同的地方则在于骁龙625在制程上没有优势 功耗更低一些 相机不同 华为畅想7S前后置上头均比红明5Plus更高 尤其是畅想7S采用了时下流行的双射方案 而红明5Plus则为单射方案 不过从单机评测来看 红明5Plus单上头承感器有优势 而华为畅想7S双射有人像模式优势 拍照上则可特点 续航不同 续航不同 在角度来看显然是红明5Plus更出色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款手机标配的充电器均不支持快充 不过红明5Plus的手机是支持快充的 只不过是附赠了充电器是不支持的 用户可以单独买快充充电器体验快充 因此就续航而言 红明5Plus相比于华为畅想7S显然更具优势 系统不同 在系统方面 MIUI和EMUI均是国产知名的任务 虽然在口碑上一直以来MIUI更知名 不过畅想7S用上了基于最新安卓8.0深度定制的MIUI8.0系统 在体验上并不比MIUI9X 因此两者系统可以说是同一级别都很优秀 外观区别 最后就是外观了 这两款手机均采用全身屏 三段式基础后盒设计 整体设计风格比较先进 只不过是机身尺寸 厚度 细节等方面有所不同 从外观对比来看 两者的设计风格很相近 正面均为全面屏 背面是相似的三段式设计 在前期当中 颜值绝对是主流的 ID设计也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 对比总结 以上就是华为畅想7S和HOMIUI PLUS的区别对比了 不难看出 HOMIUI PLUS有大屏 长续航 高性价比等优势 如果从性价比和续航的角度来看 HOMIUI PLUS显然更值 方便畅想7S主要是双胜拍照的优势 至于怎么选 就要看大家的喜好了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